這個加的比較少 這個有比較多就是人類喜歡的味道這樣子 這是實材嗎? 爪一波! 近喔! 近喔!近喔! 你看我今天參加比賽 你看到嗎? 太平山的晶片 哈哈哈哈 而且省區真的是 大家歡迎收看CT的頻道 今天這集我和廢物小夥伴的幾位車友 人的臨時起義 要來一趟久違的北113 東野山之旅啊 結束之後呢 要順便去腳板山吃吃喝喝 這是沸騰這裡壓壞的 哈哈哈哈 好啦!今天要去哪裡啊? 走路山 喔!對齁 這算是CT以前在台北的SOLO 每年必舊的路線 只是我好像沒有在頻道拍攝過相關影片 因為我已經五年沒有騎這條路線了啦 真的是有熟悉的味道 從Seven嘉義門市出發 沿著平行台7里的天福路前進 路上滿滿都是消防車 因為昨天半夜印刷廠大火 據說出動了46台消防車呢 天福路轉北111 路上的景色呢 給人一種微東徑的感覺 今天這條路線全長約53公里爬升1000多公尺而已 難度呢全部進入在一開始的東遠山 後面就都是下滑了 非常的愜意 我們三峽樹懶都直接騎小勁來了 3928的齒比 3928的齒比 不可思議 對 完全不把我們公路車放在眼裡 對 皮卡皮卡 前面不是還有一個皮卡 是什麼皮卡 皮卡柯啊 我快不行啦 還是皮卡夾啊 不是皮卡 我是皮卡 皮卡夾 皮卡 從北114轉入大阪根 如果是夏季來的話 一定要在上山前先補好水 否則中間可能是沒有地方補給的喔 來到北113零公里處 大多數的車友開團呢 都會在這裡稍微停等拍照一下 因為等一下可能就看不見人影啦 哇 今天有氧 今天有氧 那是我的無氧 哈哈哈哈 哇 這個 這個台語講得真好 皮皮好帥喔 我也要跟你拍照 哈哈哈哈 喔 不 乾 乾 不要再演啦 你看他沒有最大盤欸 對啊 他用最大盤欸 大盤是大小盤 發現兩個大盤 從北113出發 一路往東眼山山林遊樂區 全長約12公里 爬升686公尺 平均波度78 從坡度分布圖來看 可以看到有好幾個小區端 歐式10%的瞬間陡坡 整路向上沒有什麼休息 好在整路都有樹林 所以會比腳板山那邊上來 還要涼爽啊 誰 你現在超猛的 我沒有猛啊 我現在整個都不行了 最好不行 你的數據不會騙人啊 對啊 前年的武林 已經被你騙過一次了 沒有我的數據 現在都只是膨脹系數 對 這現在 他們的 KOM 嘴巴說討厭 每次都說幹 最後馬上有新聞章 馬上PO出來 也因為北113 不是前往東眼山的主要幹道 因此呢 汽車都不會走這裡啦 路上的車非常的少 很適合騎車呢 阿姿啊 傑克喔 起來喔 要快斷了吧 彩斷浮條男人要出現了 彩斷浮條男人 你不要等下這麼動一聲喔 三峽樹懶是什麼東西 在地稱號 喔 那樹懶怎麼叫 樹懶叫一聲 樹懶叫一聲 是啊啊叫 還是 哇 還沒還沒 最黑的還在後面 後面一點點 怎麼都買不起 那裡去一下 但是買貴好了 喔 喔 欸 我大中華竟然沒格 我大中華竟然在這裡沒格 你知道我是 竟然還有格 看那時候 心地善良的 在約爬坡後6.7公里的地方 有一段連續的S1很漂亮 如果不敢實踐的話 大多數的車友都會在上面拍拍照 好 緊張喔 抓到樹了 小心 快抓到樹了 不會喔 500瓦欸 500瓦 快死掉了 拍完之後繼續騎乘 沿路爬3公里就會到東沿山的路口 5-1 黑果啊 有果有果 亮呢 那我看它 其實不太強 好了 好了 這剛才很厲害 看他委屈的屁股 出来叫一根 好厉害喔 要自材嗎 進喔 進喔 沒了 上去喔 他小五姐的後面 哇 好厲害喔 他幾歲啊 小五 東西還在 山頂晚一點會有攤販來賣涼水 應該會賺爆 所以如果很早上來的話真的要帶夠的水 我覺得中寮山都可以放販賣機的這裡也非常的需要 緊接著一個迴轉就是東眼山林道 這裡都是很緩的坡度 大概是2.5公里就可以到東眼山森林遊樂區門口 這也是大多數車友會停下來拍照或補補選的地方啊 好啦下滑 腳板山喝冰沙 今天要冰沙大考察 就是每一家都買一杯喔 蛤 不要這樣吧 不要這樣 太多了吧 不需要這樣吧 太多了吧 拍完照之後下滑回到剛剛的林道路口 我們沒有再走原路回去 而是走另外一邊的城府路一路往復興下滑 這邊的路和坡度都會穩定很多 但是因為熱所以走這裡的車友並不多 從這裡下滑有很多的彎道速度也要非常的注意 記得很久以前開團的時候 還有車友從這裡咻就飛出去了 還好是叢林有把它接住了 下滑之後就是台七 往上爬一小段就會到腳板身商圈 我也好想要有36T 現在不是都要42T了 進喔 天天剛好是水蜜桃冰沙季的第二天 明天賺錢的時間 真的是越來越早啦 但是因為我早餐沒有什麼吃 大家有點機場碌碌 所以決定先吃對面的豆花 傑克大力推薦的 豆花有冰喔 很熱的 你有熱的 你要喝熱的 我太不一樣意思了 我要遞了 其實已經好了 只是說喉嚨還在那個會癢 會癢 那這樣會癢 我覺得這樣子50元真的是非常的超值 重點是豆花非常的濃郁 如果冰沙人排太多不妨 先來這裡先吃一下豆花啊 嗯 至於水蜜桃冰沙 路上有非常多家 為什麼就這間明天最受的車友青睞呢 所以好奇心的驅使下 我決定多買幾家來喝喝看 我只是想喝一下不同的味道 可以啊 可以搬起來 因為阿姿已經先幫我買了明天的冰沙 所以我趁著空檔去對面買另外一間 號稱天然自然的水蜜桃冰沙 他們還有分一般版跟特農版 一般版的話就是一顆水蜜桃 特農版的話就是兩顆水蜜桃 好這個是對面 就是我剛剛看它就是水蜜桃 冷凍水蜜桃加上應該是那個蔗糖 對那一桶看起來就是糖 然後還有牛奶就這樣子而已 對好 他吃太多了太多了 滿出來了 說真的對面的冰沙 就很像我自己在家裡會打出來的味道 非常的單純就是水蜜桃 還有牛奶和糖的味道 而明天則是有一股神秘的味道 把原本的水蜜桃味稍微修飾了一下 據老闆二年前在臉書上說的 這是他們獨門自製的果醬 裡面還有酒和其他一些水果製成 不過因為這個果醬不是百分之百都是水蜜桃 還有其他種的水果 所以層次比較多 就看每個人的喜好是什麼 而且70元可以續兩杯等於一杯35塊 真的是廣受車友的喜愛 口味的部分有人可能喜歡濃郁 有人喜歡自然 我自己是比較偏後者一點 大家怎麼看呢 好啦以上就是本次的東眼山以及腳板山冰沙之旅 明天夏天記得來吃一趟冰沙或喝個豆花 好啦我是CT 我們下回消息見 掰掰